- 观察市场行为,品味,独控变化,大刀质检,财富加免,大家好,欢迎来到Bitonkretel的这些频道 - 好,比特币目前的位置该怎么操作,涨起来了,能追多买入吗? - 原本的空单已经平仓了,后续又再次开一笔空单,目前整体多单是盈利的,空单是刚开的 - 好,那讲一下,这个位置该怎么解读,我们迅速讲一下,毕竟行情非常重要,我们原本讲过的,现在讲到时间吧,12号下午6点,我们看盘面 - 好,我们原本讲过的这一条曲线,对不对?- 像曲线,它已经突破了嘛 - 对,已经是明确的突破了 - 把这画起来 - 好,你发现,对不对?- 明确突破了 - 那突破之后呢,后续就拉起来了嘛,拉起来 - 但拉起来,这个位置能够追吗?- 我们来讨论一下 - 首先讲结论,我个人认为是不能追的,为什么呢?- 好,讲一下 - 第一个,我们其实可以比较,这一波下跌 - 如果说它是一个死猫跳的话,当前的位置是哪里呢? - 什么死猫跳? - 目前这样,反弹回撤刚好是到了这个0.5到0.68位置 - 28381到29,202 - 这样的位置 - 如果说它是一个死猫跳,比如说价格下跌 - 下跌,然后反弹涨起来 - 后续还下跌的话 - 那这里呢,就是你最后卖出机会了 - 是吧?- 好,这是比较主观的言论了 - 我们讲一下比较客观一点,再来 - 是否是死猫跳? - 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的表现 - 首先呢,我们看前面这里啊 - 我们把图表切到这个时候 - 切过来 - 当时在20000第一次回撤2500的时候呢,是怎样? - 市场上大部分都开始看空 - 都开始看空,并且还看什么20000,2001啊 - 这位置看暴跌嘛 - 是吧? - 但并没有,价格就涨起来,而且涨得非常迅速 - 几天你看 - 只花了,我们看一下 - 只花了五天时间就涨了 - 我看一下 - 涨了有大概 - 六千点的空间 - 五天涨六千点 - 大幅大涨 - 对吧?- 所以非常明确的 - 试证了两万五 - 这一线它的一个支撑的有效性 - 好,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情况 - 现在来说呢,你看 - 上次第一次出摸两万五 - 这第二次 - 第二次出摸,看 - 出摸 - 弹起来,下跌 - 又再涨起来 - 它的连续性和前面比 - 非常明显的,这一段上涨 - 它是主外非常多的 - 主外非常多的 - 非常明显的,比前面来的弱 - 对吧?- 而市场上的情况怎么样呢? - 在这边呢 - 跌了两五,看两万一 - 涨到四万一 - 然后看四万,看四万八 - 跌下来,又看两万 - 涨起来呢,又开始看四万 - 市场上的声音啊 - 就是杂音非常多 - 跌了看的更低 - 涨了看的更多 - 看更高 - 就这样情况啊 - 所以,不要被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- 给同化 - 给影响你的这个判断逻辑了 - 好,这是第二点 -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量能 - 刚刚第一点 - 我认为啊 - 目前如果要看涨到四万 - 这样的理由是非常不合理的 - 理由第一个 - 这里是连续性非常强的 - 第二次呢,上涨 - 预阻非常多 - 上涨的速度非常慢 - 已经明确的发现 - 第二次出波两万五啊 - 它的上涨已经遇到非常多阻碍了 - 好,再来 - 再来啊 - 我们刚好是把前面的高点突破了 - 但是突破的时候有爆量吗 - 有吗 - 你可能说好像有啊,有点亮的 - 但它也只是有点亮的 - 它并不是一个巨量啊 - 它并不是看 - 我们前面这里 - 拉起来 - 爆出巨量 - 是吧,那这里看 - 第一次 - 而且这一根亮的你看下吧 - 它是一个十字星啊 - 所以它基本上不能算数的 - 好,那 - 看一下啊 - 把这边先删一下 - 好,那再来 - 这里呢 - 二次突破 - 这一段 - 它是假日拉起来的 - 你可以明确发现 - 它的量啊 - 基本上在前面这里的 - 整体的量啊 - 是差不多的 - 它并没有展现出一个 - 一枝独秀 - 爆出巨量的一个强度 - 所以多头的一个买盘啊 - 成交量并没有展现出啊 - 应该去展现的强度 - 再看一下日线 - 好,日线也是差不多的 - 日线看一下 - 它日线啊 - 前面暴涨 - 看 - 爆出巨量 - 爆出巨量 - 拉起来 - 你可以明确发现 - 这里爆出整段震荡中啊 - 相对较强的量 - 而这里你看一下 - 这里的上涨啊 - 有量吗 - 各位,有吗 - 可以明确发现 - 这边是没有 - 没有爆出多头量的 - 但有日线来看 - 更明显 - 日线来看 - 这里的量啊 - 是非常小的 - 这个曲线代表什么 - 它并不代表什么啊 - 如果说它后续还会跌的话 - 它还会跌的话 - 它大可以怎么样 - 这道曲线它就无效了 - 然后呢 - 这里假设打个高点 - 然后呢 - 跌下去 - 假设这样走的话 - 那这里不就成为第二个高点吗 - 是不是 - 所以趋日线突破啊 - 还是要观察其他情况去评估 - 尤其说 - 我们这一条曲线突破啊 - 我们看一下 - 我们这一条曲线突破 - 对不对 - 突破是突破 - 但是突破之后 - 你看 - 第一个上涨的连续性 - 就没有这么强 - 如果它很强的话 - 这里就要直接上破嘛 - 对不对 - 像前面一样 - 它并没有 - 这里压制一下才张起来 - 而且二段拉伸可以明确的发现 - 它的量能呢 - 是弱势非常多 - 对不对 - 弱势非常多 - 成交量啊 - 小非常多啊 - 非常重要 - 非常重要 - 注意啊 - 很多看场人 - 它并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 - 跟大家强调一下 - 这里多头量的并没有爆出来 - 非常的 - 需要去评议一下这样的有效性啊 - 而且我们趋日线突破 - 就能看暴涨吗 - 其实并不是哦 - 看 - 以往的案例 - 如果说你在下跌趋势上中 - 如果说出现趋势突破 - 像这里 - 诶 - 你看一下 - 当时这边突破了 - 突破这的确后续长起来了 - 但它并没有长多远 - 后续会跌下去 - 长起来之后后续会跌下去 - 正当过后呢 - 记住看 - 再打个高点 - 后续开启下跌流畅 - 开启包迪 - 重点是什么 - 重点是什么 - 趋势线突破 - 它可以以一个更平缓的方式 - 去延续远远的方向 - 对不对 - 还有其他案例 - 我们看一下 - 还有其他案例 - 像我们在25000这边盘了很久 - 我们看下去 - 这边震荡了一段时间 - 趋势线你看越来越接近了 - 是吧 - 越来越接近 - 然后呢 - 看 - 横破了 - 突破了 - 突破曲线 - 这位置怎样 - 又开始看暴涨 - 结果呢 - 什么情况 - 我看一下 - 再次暴跌 - 而且打穿了原本的前低位置 - 再次打穿下去 - 所以曲线突破 - 的确短期突破后 - 它会有一段距离 - 但是短期的距离 - 看 - 曲线像这里 - 现在的曲线也是一样的 - 看 - 延续距离 - 然后呢 - 后续呢 - 以一个更平款的方式 - 再去下跌 - 再去走原本的方向 - 对不对 - 是吧 - 曲线突破 - 它的确延续一段距离 - 但是能否去够能反转 - 它是要去顺势当中 - 目前我一直在说 - 你能说这是一个多手续事吗 - 其实不行啊 - 为什么 - 因为我们在合约下卡上 - 它其实已经去跌破前低了 - 起立已经跌破了 - 对不对 - 24780 - 插到23595 - 已经跌破插穿了 - 同时我们看一下 - 这里 - 也是这样 - 插到24200 - 已经去跌破前低了 - 这些它已经跌破了 - 这些它已经跌破了 - 所以这里有上涨了 - 我认为它是一个反弹 - 它只能看到一个反弹 - 而且很有可能它是一个死猫跳 - 尤其讲如果说你更激进一点 - 甚至可以在红色的位置附近 - 寻找一些左侧长线做空的机会 - 会是非常合适的 - 那如果说做空的话 - 我们还是建议等待 - 高位这里比如说有一段调整 - 调整过后 - 调整过后 - 调整过后 - 上不去 - 下破 - 那我们在入场做空 - 可能是做个顶部结构 - 才会下跌 - 至少等待高位横盘之后 - 横盘下破 - 我们再考虑做空 - 会是比较合适的 - 这目前情况做个解决 - 这是目前的比特币 - 所以整体来说你看 - 日线来说它也并没有爆量 - 并没有爆量 - 可以看到吧 - 看一下 - 并没有爆量 - 下方是没有爆出多头量的 - 多头量是非常小的 - 如果像前面空头 - 还有前面这些多头 - 这里上涨的多头 - 这能是非常弱 - 非常弱 - 要注意一下 - 其实这里我们还要等待这根日线收盘 - 这根日线看怎么收 - 就我们这根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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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根是拉长吗 - 拉长已经没亮了 - 已经没亮了 - 已经非常小 - 没什么亮了 - 如果说后续这根黑线 - 它又构成一个什么 - 假设构成一个十字星 - 比如大家收盘 - 收了一个十字星 - 然后放亮了十字星 - 基本上我就认为 - 这里它就上了结束 - 但我们还是需要等待今天日线收盘 - 要等待今天的这个 - 隔天的八点 - 大概有十个小时吧 - 大概有十二个小时收盘 - 大家看一下 - 好 - 这样的情况 - 其实这里呢 - 如果说这里它并没有爆出亮冷的话 - 我觉得情况是和前面这里 - 非常类似 - 非常雷同 - 像这个地方 - 看 - 我们也是 - 涨起来过后 - 上方这个位置 - 突破前高 - 这一线前高 - 前高这一线被突破之后 - 突破之后 - 高位走入调整 - 下坡 - 而你发现当时呢 - 突破的量呢 - 并没有特别强 - 这根很小 - 下方的多头量啊 - 非常小 - 甚至上方的这个 - 实际性啊 - 都比下方拉长的多头来的强 - 后续构型的顶部 - 然后下跌 - 重点是什么 - 上破重要前高 - 重要前高上破 - 并没有爆量 - 它的量啊 - 并没有爆出来 - 这里 - 并没有爆出来 - 下方这里 - 注意看 - 不是这里啊 - 是这里 - 因为它是这根K线突破嘛 - 是这个黑线 - 很小 - 后续就下跌了 - 那我们再看 - 看一下现在的行情情况啊 - 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- 其实是有的 - 其实是有 - 看我们前面这里 - 盘子的行情的量能啊 - 都在 - 大概是啊 - 占个水平 - 对不对 - 但是呢 - 我们这里上涨突破啊 - 它的量 - 是非常非常小的 - 那我们还是要等待 - 这根K线收盘的情况 - 如果说它是一根实际性的话 - 代表说它已经上涨了拔利了 - 那如果它是一个大阳线的话 - 那我们就另当别论吧 - 再讨论 - 那这根K线 - 它如果是一根实际性 - 那我们就有理由啊 - 去考虑左侧做控机会啊 - 因为毕竟我们前面拉长这根阳线 - 哪一个呢 - 这一根阳线 - 这一根阳线 - 它就已经是一个没有亮的K线了 - 它就已经没有爆亮了 - OK - 所以注意一下 - 我们等待明日的视频感解析 - 明日的话当然是早上八点 - 过后 - 我们更新一下 - 这根日线的收盘情况 - 会决定我们接下来操作一个 - 操作一个主要架构 - 好 - 那如果说 - 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 - 我们内容呢 - 我们的社群里面 - 都完了解析 - 讲解 - 项目区里面也有讲到啊 - 做多机会 - 做多机会 - 一再提醒 - 是吧 - 维持原判 - 继续看涨 - 五百两万八 - 两万八千五百 - 这样非常明确 - 是吧 - 非常明确的一个讲解 - 也赚钱了 - 那群子的朋友啊 - 也跟着都赚了 - 蛮多朋友都是有赚到钱的啊 - 看一下 - 整体啊 - 如果说你想了解这些机器操作 - 这边做多赚钱了 - 也是相当多人啊 - 都做多赚钱了 - 如果说你想加入的话呢 - 只要点击我们视频下方链接啊 - 点击这里 - Discord 电报群都是免费的 - 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啊 - 就加入了 - 都是免费的 - 欢迎加入 - 这样的情况 - 那我自己的仓位呢 - 也会依据其他行情的情况啊 - 去做判断 - 调整 - 这样的状态 - 好 以上解析 - 那 - 就这样子吧 - 那 Discord 也是更详细 - 更详细一些服务啊 - 包括提示分析 - 短期报单 - 自公单指标 - 转型号都需要使用 - 欢迎加入 - 这些内容 - 都是免费的 - 你只要用了请码 - 注册入境完成 - 再 - 这边输入 - 要请码 - 这位置 - 输入你的这个UID啊 - 就加入 - 那都是免费的资源 - OK - 好 - 我们下次再见 - 拜拜